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约翰耶稣第五章十六至十九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易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则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守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则手下 什么是至于死的罪 什么是赦罪的真理 试图约翰谈论在他那个时代里 神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 他在约翰耶稣第五章十六节中说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石头约翰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看到他们犯罪 我们要向神祈祷 赐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得生 如果这样 我们应胜从他的诫命 石头约翰告诉我们这些话 原因是有些人犯了至于死的罪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 这些人至于死的罪之严重性 因此这段经文对于你我 都是极为严重的警告 主还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泄斗的话 都可以赦免 唯独泄斗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马太福音12章31-32节 同样 石头约翰警告我们 不要犯这些至于死的罪 因为这些罪是存在的 在至于死的罪中 有不信我们的主 为救世主和神的罪 另外 他们还包括 不信死和圣灵福音的罪 这些罪 在不信死和圣灵福音 知道的人心里 依然是完整无缺 死和圣灵福音说 耶稣以肉身降临于世 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斩嫁了 人类所有的罪孽 不信这一点 就是否定 借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而来的耶稣基督 为真救主 这种不信是一种 使罪人治死的罪 不能得救 那么 为什么不信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死至死的罪呢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和在十字架上流血 也次性完全脱离了 他清洗了所有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人 所有的罪孽 那些心里不信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就犯了这至于死的罪 因为耶稣结束的洗礼 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使神的爱心在世上的活动 以及神旨意的真正实现 因为洗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是我们主在世上 成就的神永恒的义 那些不信这个真理的人 就犯了至于死的罪 带给所有罪人得救的 唯一真理 是洗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尽管知道 却不信这福音真理的人 永远不能得到罪的赦免 而只能领受永远的定罪 因为他们确实犯了至于死的罪 因此他们必须回心转意 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 这是拯救的者对真理 否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逃脱至于死的罪 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 除了洗和圣灵的福音外 没有其他办法 可以涂抹我们的罪孽 普通人相信 只要信仰耶稣 就足以涂抹自己的罪孽 上天堂 但是那是被误导的知识 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 都是这么信 并向他人全播 这种被误导的知识 今天迷信的基督徒很多 如果百姓不知道 洗和圣灵福音真理 只能见证一半的真理 他们叫人承认 耶稣为自己的救世主 纯粹死出于自己的意愿 但他们没有全播 把百姓引到 耶稣基督怀里的真理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 学习和了解 洗和圣灵福音真理 而且还要信仰它 才能获得自己的得赦 我们必须知道 洗和圣灵的福音 靠信仰这个真理 向百姓见证耶稣 然后听到这福音的人 将在心里认识真拯救 并领受神次日的拯救 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改变思想 即是从现在开始 为了这么做 他们必须更加具体地学习 认识并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这是因为 只有当我们 首先信仰这个福音真理 我们才能与他人 分享这个真理 我们在向全世界 传播真福音 虽然就看上去 非常的简单 我们是要知道的是 我们是神的天使 我们是神的大使 从事向百姓 全播上天堂之真理的重任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 我们必须首先见 洗和圣灵的福音 了解体现在旧约和新约里 设罪的真理 主告诉我们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思宠洗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 如果要向他人 全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就是要深刻地理解 天上的真理 石头保罗说 他认为这世界所有的认知 都是粪头与垃圾 他还说 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 菲利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这里认识耶稣基督 只了解洗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主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我现在告诉你 荣有洗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的人 荣有注定上天堂的拯救真理 他强于世上的任何折舍 你我绝不能犯质与死的罪 当我们看见母人 犯有质与死的罪时 我们应把他拯救出罪孽 叫他分享洗和圣灵的福音 这样的罪人信仰耶稣 为他的救世主 接洗和圣灵的福音 把他拯救出罪孽 就能逃脱质与死的罪 至今 使多人说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他们的意思是说 他们相信神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接受他们罪孽的审判 被钉死和留学牺牲 从而把他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 但是 那种信仰对耶稣来说 只是一种得不到报答的爱心 那种信仰实质上不同 从日神赐与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能正确回答下列各种问题时 我们才能实现拯救 谁是耶稣 我们根本就是罪人吗 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只是一个人吗 还是他是真神呢 耶稣只是被钉 才清洗我们的罪孽吗 哈斯说 他借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我们的罪孽 涨嫁到他自己身上 才清洗了他们呢 我们必须从 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里 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无论我们多长时间 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 无论你们多么善良 如果你们不知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你们最好知道 你们还没有完全从罪孽中得救 无论谁想从自己罪孽中得救 都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没有别的得救办法 因此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耶稣为了把我们拯救出 所有的罪孽与过犯 亲自来到世上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赐信把我们在世上所有罪孽 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但是 耶稣把天下的罪孽 背负到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耶稣从死亡中复活 成了那些信仰者 拯救福音者的真救主 我们必实信仰这个完整的真理 从所有罪孽中得救 因为耶稣 实之上是真理之神 耶稣降临于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流血 从死亡中复活 这个事实成了拯救的正确真理 水和圣灵的福音 有能力把所有信仰这个福音的人 拯救出一切的过犯与罪孽 水和圣灵的福音 荣有极大的能力与权柄 使征福音 圣经说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明俗纪十二章第三节 但是 即使摩西也受洗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死亡中复活 涂抹天下所有人的罪孽 他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 这是因为摩西只是一个人 因为摩西和我们一样 也是一个软弱的人 在神面前只能犯罪 他没有清洗我们罪孽的权柄 然而 耶稣却不同 耶稣实质上是神 他有权柄成为 那些信仰死和圣灵福音者的真救主 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天下所有罪孽 斩驾到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流血 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 使人类从一切的罪孽中得救 实际上成就了神诸般的义 现在 信仰这有能力的福音 你们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世主 神的儿子 他自己是神 因此 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就是我们得救的重要政治 使徒约翰在约翰耶稣第五章十六节中说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那些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 不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 因为他们自愿不信和拒绝随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令我们非常着急的是 我们不能和他们分享随和圣灵的福音 把他们拯救出罪孽 因为他们甘心犯至于死的罪 亲爱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绝不能做这样的人 你们必施全心全意的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化成入身的神耶稣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我们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替我们束神 我们必是成为信仰 洗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信徒 而不能做非信徒 要不要容身完全在于你们自己 我们在神面前不能犯至于死的罪 我们怎么敢以神的名犯罪呢 但是使徒基督徒仍然对神犯至于死的罪 尽管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成了神的羔羊 把天下所有罪孽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仍有十多人在心里不承认这个奇妙的真理 主是我们的救世主 他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死亡中复活 为的是实现神诸般的义 如果你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个真理 还为时不晚 神仍然赐于你们 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的机会 虽然你们开始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时候 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你们从现在开始 必失信仰这个真福音 开始过可靠的精神生活 在心里领受罪的赦免 无论水信仰这个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都完全能得洗他的罪孽 我们必须检查自己的信仰 亲爱的信徒们 请确定检查你们自己的信仰 你们心里知道和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吗 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世主 他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 因此他是我们的主 亲爱的信徒朋友们 你们此时心里信仰 借着水和圣灵而来的救世主吗 你们相信耶稣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次性斩加人类的罪孽吗 你们还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吗 你们相信他的复活吗 如果这样 你们就是重生的人 因为在神面前 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从所有罪孽中得救了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每个人都有权信仰走赐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无论他犯了多少的罪 人们希望从罪孽中得救 再者 他们必须知道 谁心里不信走 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 谁就要被影像死亡 你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心里相信 保罗说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 我希望你们心里相信 耶稣死全人类的救世主 神的儿子 宇宙中一切的造物主 如果我们只信仰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我们的拯救 心里没有同时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我们的信仰是头脑的 因此 你我应不惜一切 成为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我们是否从罪孽中得救 再如我们是否信仰 借着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 我们活在世上不断犯罪 但我们日渐拯救的真理 使我们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 只要我们承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 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使徒约翰说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约翰耶稣第五章第四节 你们知道他为何说这些话呢 亲爱的信徒朋友们 什么是水和血的福音呢 就是我们走耶稣成就的神的拯救 他接受洗礼 涨价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替我们担当罪孽的审判 如果我们在心里信仰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借洗和血 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我们就能战胜世界和撒旦 使多人认为约翰耶稣第五章十六节 这段经文最难解释 不能理解 因为他们承认对耶稣的信仰 却不知水和圣灵的福音 换句话说 他们既不知道 也不能正确地理解神的道 因为他们不知水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 每个人必是信仰借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 为主和救世主 约翰耶稣第五章第六节 我们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克服我们的无能 承认真福音 作为我们从罪孽中得救的源泉 克服坚持十字架上的血 作为我们拯救的唯一源泉的顽固思想 那些不知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 属于世界 这些人只是世俗的宗教徒 不是真基督徒 这些人在罪的幻想下得到安慰 就像那些世俗宗教皈依者 在自我催眠式的教义里的感觉一样 他们自愿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 却不知水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的正确真理 末日时代的人 精神状况正处在毁灭的边缘 越来越多的充满罪恶 但是大多数基督徒良心如同被假教义的 粤铁烙灌了一般 提姆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 得这点教义心满意足 他们并不寻求能够一次性清洗他们罪孽的真福音 即使他们心里的罪孽依然完整无缺 因此他们必失回心转意 成为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承认耶稣是救世主 他借着水和血 从一切世俗罪孽中拯救了我们 亲爱的信徒朋友们 优大三年多时间跟随耶稣 但优大未能成为神的子民 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世主 其他一些门头取得了雷子等绰号 是因为他们的不足和缺乏耐心 但是他们大家都知道和信仰耶稣是自己的救世主 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了 只有优大丑外 优大后来后悔自己的行为 上吊自杀 我们不应成为不信谁和圣灵福音之道 这样该死的人 从现在开始 使都人将成为神自己的百姓 借着水和圣灵福音之道的信仰 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救 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神 我们就必识信仰耶稣的神性 我们能通过使都事情认识耶稣的神性 当耶稣的门徒成全过加利利海时 海上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全被波浪掩盖了 耶稣却是找了 门头只好叫醒他 尖叫道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但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 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于是门头就吸起 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啦 马太福音第三章 23-27节 还有另一次类似的情况 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了五千人后 耶稣叫他的门头上禅 先渡到那边 博塞大去 自己独自上三做祈祷 直至午夜 但禅到加利利海中央时 海浪颠簸 风向不顺 当时 耶稣正在海上向他们走去 耶稣幽灵般的出现 因为他行在水上 圈过了翻滚的波浪 门头大惊 说 鬼怪 他们惊恐万壮的叫喊 但耶稣立即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接着他上了船 风就停止了 马可福音第六章 45-51节 还有另外一件事 耶稣来到坟墓前 拉撒路死后 散发出腐烂的恶臭 耶稣命令道 拉撒路 出来 拉撒路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这样 耶稣复活了三位使者 约翰福音11章 43-44节 诺加福音第七章 11-15节 诺加福音第八章 54-55节 他复活后 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耶稣看见他的门头 在捕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把王撒在船的右边 约翰福音21章第六节 门头根据耶稣的说明 把王撒在船的右边 王里都是雨 这些事情发生时 门头正随着耶稣旅行 他们亲眼见证耶稣是神 只要我们不是白驱 我们就听到门头的见证后 应该知道耶稣是神 全人类的造物主 我们还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我们对耶稣是救世主的信仰 是有缺失的 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他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降临于世 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 目前 使都能徒劳无益地哭泣 悲哀 使度年华 因为他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是借着死和圣灵而来的神 我听说韩国一位著名的女演员 唯一的儿子在一次气缺事故中丧生 她是被一辆停靠在潮湿三岗上滑下来的气缺撞倒的 唯一的儿子是她生活的快乐 因为这位女演员没有丈夫 生活不幸 儿子在气缺事故中丧生后 她悲痛欲绝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会死 因此 我们现在应该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极大的福气 无论在精神上 还是在肉体上 为了和他人分享这些福气 我们必是见证耶稣赐予我们的谁和圣灵的福音 使都人在世上 正忍受着定罪与毁灭的折磨 因为他们不幸借谁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 为他们的救世主 为此 我们正从事基督教文学的全教事业 为的是全播次生的福音 因为世上使都人不知道 也不能正确地理解神的道 我们必是详细地查明谁和圣灵的道 亲爱的信徒朋友们 有一个真理是我们在世时候必识信仰的 那就是我们必识相信耶稣是神 我们还要知道和相信 从天下罪孽中得救的真理 即C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在生活的每个阶段都必识因信 慎从C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识承认 赐予我们一切带领我们上天堂的是神 只要我们活着 我们就必识这样相信 我遇到C和圣灵的福音 并不想立即在百姓面前全播神的道 因为整备每次不到都要花费很多的心思 但现在无论其他人怎么说 我都要全播C和圣灵的福音 神使我能这么做 我感谢神通过信仰这福音真理的我们 向众人全播C和圣灵的福音 神叫你我信仰C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叫我们向世人全播这福音真理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 你们信仰并全播拯救的政策真理 即C和圣灵的福音吗 我相信你们在全播福音 因此我们不大要凭对他义的信仰靠近神 而且还要活在他丰富的赐福里 虽然我们在神面前做的坏事多于好事 然而神通过C和圣灵的福音赐福我们 亲爱的信仰朋友们 你们要归于神吗 还是归于魔鬼呢 当然你们希望归于神 但仍有少数人可能说 我恨神 我们必须知道 魔鬼利用那些不信C和圣灵福音之道者的心 以他们作为欺骗的工具 因此我们大家都要成为C和圣灵福音之道的信仰 这是归于神的唯一办法 亲爱的信仰朋友们 你们必须在意谁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必须听C和圣灵福音之道 即神的道 那些既不注意 也不信C和圣灵福音的人 仍然属于魔鬼 因此 罪仍然在他们的心里 每个人因为罪孽都注定要受到审判 并且只能记事生活在罪里 如果在那些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人心里 仍然有罪 那就证明他们在心里 还没有接受C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这是拯救的真理 在那些信仰耶稣和圣灵福音者的心里 完全无罪 因此 信里有罪的人必须悔改 必须信仰耶稣和圣灵的福音 只有那时 他们才能从罪孽中领受拯救 一旦我们信仰耶稣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我们必须和大家分享对拯救福音的信仰 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仰 而是记载在圣经里的拯救真理之福音 因此 因此我们必须见证救世主的异形 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 他借着C和圣灵的福音而来 这福音足以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因为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必须信仰真理的道 忠诚地完成它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讲述中国的一位少女终于她的爱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日爆发战争 中国面临着完全战败 大量的领头已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当时 有一位中国的空军飞行员 在战斗中飞越敌方的领空 染料耗尽时 飞机在附近坠毁 附近镇上的一位少女 发现了飞行员 在她的悉心照料下 救下了她的性命 飞行员和少女开始恋爱 但飞行员必是投入战斗 形势更加恶化 无法生还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她向少女保证活着回来 请她等待 少女等她回来 查看她的飞机浴液起降的跑道 她还在等待的时候 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坠毁 乡亲们认识到战争的恶化 已经超越他们的想象 告诉那位少女 她不能回来了 叫她放弃希望 人们放弃清理跑道的希望 都逃走了 即使在人群中 她的母亲也失吃了所有的希望 离开了 但那位少女 仍然独自留在跑道上 她在清理腹肌的残骸 那位少女独自清理跑道所欲 担心她的爱人无法降落 而飞到其他地方去 奇迹发生了 当少女清理最后一片残骸时 她的爱人的飞机安全降落到跑道上 同样 我们必是在信仰中执行使我们主高兴的工作 我们的主爱我们 主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爱我们 因为神爱你我 祂赐予我们死和圣灵的福音 从所有罪孽中拯救了我们 耶稣基督向我们应使 祂将再领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必是信实地执行 全播真福音的任务 直至那日到来 与其根治我们的感情生活 我们不如侍奉神 赐予我们的死和圣灵的福音 信仰祂 我们必是全播福音 领爱我们的主高兴 直到我们日见主的那一天 主赐予你我的死和圣灵福音 是拯救的正确真理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祂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 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和救世主 借着死和圣灵福音而来的主 赐予我们这些有幸的人 以赐信从所有罪孽中得救 现在我们在世上有十多事情要做 我们生活在韩国 我们的国家已进军 2002年世界足球杯的半决赛 从这点来看 我们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 使多人会记住我们的国家 特别是新生产教会 他们将会成为我们的同工 全播这个真福音 我们这些信仰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全部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百姓 和他的信徒 喜爱你我的神 将赋予我们全播死和圣灵福音的能力 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满足我们的施药 事实上我们的神正赐予我们 全播拯救福音的能力与福气 我们在神面前脚不停步地 全播福音 侍奉福音 目前为何那么多人 不知死和圣灵的福音呢 神隐藏福音有目的吗 神隐藏真理 是为了叫百姓不易找到 就像人叛宝一样吗 是的 神把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隐藏在他的道里 使人不易遇见真福音 除非他们在精神上贫穷 所以撒旦魔鬼的仆人找不到他 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寻找 死和圣灵的福音是隐藏起来的奥秘之道 如果神的敌人能轻易地认识到 死和圣灵福音的宝贵真理 他们就可能融入罪恶的目的 因此神对敌人隐藏了福音的真理 现在展现在你们面前 神在末日里对你我展示了 死和圣灵福音的奥秘 这样做 神使死和圣灵福音 有可能在末日里全遍全世界 神已把容身赐予每个信仰的人 在末日里神要拥抱所有信仰 血和圣灵福音的人 赐予他们心生和容身 走云使我们今年做很多神的工作 神使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做的工作 现在虽然你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 担金解力 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不停地执行 祂的工作 我们向神请求的是 即使做祂工作的能力与赐福 我们信仰借着死和圣灵福音而来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世主 耶稣基督是那些信仰着真福音的人的救世主 祂是神的儿子 祂是真神 我感谢神叫我们认识和信仰 血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神把祂的教会赐予那些 信仰血和圣灵福音的人 神的教会是血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聚集在一起 在信仰中拜神的地方 因此 祂必是充满血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如果神的教会 有血和圣灵福音的非信徒 圣灵就不能使义人相信自己有罪 那么是要怎么做呢 对于那些不知死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 我们是要和他们单独交往 研究圣经关于拯救的理论 我们相信死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将在世界上增加 他们将因信从一切罪念中得救 从现在起 这些真信徒必是与神的教会联合与生活 完成好事 因为他们现在在基督里 但是 世上绝大多数人 还没有从他们的罪念中领受得救 他们必是信仰血和圣灵的福音 即拯救的真理 领受真设罪 我们必是向他们传输真理的教训 他们必是在心里信他 现在我们在世上分享 死和圣灵福音的机会 已经不多了 如果他们现在不信 我没有把握 他们信仰死和圣灵福音的机会 还是否依然有 出于那个原因 我们现在正致力于全波福音的事业 神召唤我们向全世界 全波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是要做的一切是因信徒生于这项大使命 的确 今天我与我的同事们已在十度不同的地方工作过 我相信我们在向世人全波死和圣灵福音的事业中 进步很大 我感谢神 因为我们能向全世界基督教里的所有信徒 见证这个真理 我们全波真福音 对于那些正被得救和正被毁灭的人来说 是基督的心香之气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是至死亡的灭亡香气 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 是至生命的得生香气 戈灵都后收第二章 收五字十六节 对于母先人来说 死和圣灵的福音是一块绊脚石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那是拯救的正确真理 谴责必是知道 他们在犯致死的罪 我们还必是知道和相信 我们通过包含死和圣灵福音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向全世界全部福音 我们大家都受到了神的爱 我们因信见证了死和圣灵的真福音 我们在良心上无罪 你们的良心也无罪了吗 如果你们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你们的良心完全被清洗所有罪孽了吗 如果你们只信十字架上的流血 而完全遗漏耶稣结束的洗礼 那么你们良心上的罪孽就不能得头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信福音真理 即耶稣以肉身降临于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为的是将全人类所有罪孽都涨嫁到他自己身上 那么任何罪孽都不能得头 你们必须知道的是 死和圣灵福音信徒的罪孽完全被清洗了 因为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也次信把天下所有罪孽都涨嫁到他自己身上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天下所有罪孽都涨嫁到他自己身上 你们怎么能清洗 敏记在你们良心上的罪孽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 或使使你们有了从一切罪孽审判中得救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信仰不足涂抹 敏记在你们良心上的罪孽 当前使多人只想靠着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来陀膜他们心理上的罪孽 然而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的信仰排斥了耶稣接受的洗礼 有些人虽然心里的罪孽依然完整无缺 却固执地说 尽管我心里有罪 但神确实认为我无罪了 因为我信仰耶稣的流血 这种人在神面前欺骗他们自己的良心 想躲藏在那些也同样这么做的人群背后 他们嘲讽神的真理 有些基督徒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称自己无罪 事实上他们都是说谎的 他们所犯的一切罪孽都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一节 那些尽管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确称自己无罪的人 只是在自言自语地欺骗自己的良心 因为他们的良心上有罪 他们不能在神面前说自己无罪 相反 他们的良心承认自己是罪人 当我们说死和圣灵的福音是唯一的真福音时 世上的十多人都觉得荒谬 这些人相信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才是得救的证据 如果你们请他们提供守罪的证据 他们能给出的一切 只是信仰十字架上的血 但是因为耶稣是神 死和圣灵的福音确实就是真理 能够涂抹你的罪和我的罪 所以我反复重生 主降临我们不但借着十字架上的血 而且还借着谁和血 约翰耶稣第五章六字八节 你们必是牢记谁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谁就能完全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必是一再相信耶稣降临于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把我们拯救出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我们必是接受我们的信仰 即我们的主耶稣降临于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相信 而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这样的信仰就是一无所事 而只是我们自己的固执 无论你们在精神上如何深信得救 耶稣都不会承认只信十字架上血的信仰 这是因为你们的经历比不上主次日的 死和圣灵福音的真理 如果人为的基督教教义 比借着死和血 涂抹我们罪孽的福音真理还要强大 则说明你们的精神生活漫不经心 但你们只靠十字架上的血 不能涂抹你们的罪孽 这些人为的理论和教义 绝不能把百姓拯救出他们的罪孽 使徒基督徒都要毁灭 因为他们仍然坚持 靠这人为的理论 斥抹他们的罪孽 坚持自己的思想 不信主次日的 谁和圣灵福音真理 是对神的攻击 谁不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谁就在反对这福音 有些人或是说 你胡扯什么呀 我是神蛇博士 我家里连是五代都出牧师 你说我们的祖先的信仰是错误的 但五代的信仰耶稣是没有用的 除非你们知道和信仰 谁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不能完全领受罪孽得赦 每个罪人必须改变罪孽的道路 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从一切的罪孽中得救 如果我们希望从罪孽中得救 我们是要知道和信仰 是和圣灵福音的政策真理 现在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 你们必是知道和信仰耶稣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同时还要信仰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这便是我迫切想告诉你的真理 使徒约翰说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 谁信仰这段经文 谁就知道和相信耶稣是神 他们还相信 耶稣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 降临于世 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世主 但我们必是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才能享受到天国里的冗生 我们能永远与耶稣基督 幸运地生活在一起 神已经赐予我们冗生 祂应许与我们同在世上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得冗生 信仰这个真福音 我们大家应自我检查 看看我们当中 是否还有人缺乏信仰 没有洗和圣灵的福音 如果我们不信仰神 赐予得洗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欢乐 义人在世上的生活时间短暂 他们充满对罪人的怜悯 同时传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希伯来书说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延取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 他还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神说 如果人有罪 那人要因此受到审判 因此 那些不信耶稣为神 不信神赐予得洗和圣灵福音的人 将根据他们的罪孽受审判 另一方面 那些信仰耶稣为神 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全心全意全播福音的人 最终将享受到天国里的欢乐与荣耀 我们有什么东西值得在神面前吹牛呢 完全没有 唯独神是万能的 唯独神是全能的 唯独神是慈善的 唯独神是真爱 因此 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吹牛 而要承认我们所有的弱点与罪孽 信仰得救的真理 即洗和圣灵的福音 现在 我们正在信仰神的道里 等待让我们享受神赐 永远得福生命的那一遇 新世界降临我们时 我们就可能过这样的生活 你们当中有些人 因为不信神的道德赐福 可能问 过那种生活确实可能吗 因为耶稣基督 这样的新世界实际肯定能实现 我亲爱的信徒们 请信仰神的道 现在 我相信你们不会犯致死的罪 我确实希望和你们分享拯救的真理 因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和姐妹如此可爱 什么东西也无法阻止我们 在生活里联合起来 我们在信仰里 感谢Jesse和圣灵福音 赐予我们新生的耶稣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